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圣兰 在今天这期视频播客当中呢 我们要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和咖啡有关的一个话题,一个事情 那在去年其实我已经围绕这个主题,做过一期播客了 在那期播客当中我跟你们介绍了一个在中国制造这种速溶咖啡的品牌 它是怎么样从一个特别小的公司,一个新创的公司,一个初创的公司 发展成一家能够挑战雀巢这样大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 那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在今天这期视频之后去看一下 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的节目详情当中 好,那我们知道咖啡除了有速溶咖啡之外,还有线磨咖啡,对不对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家中国的咖啡公司呢 他们就是做线磨咖啡的 这家公司同样特别的传奇 他们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它的历史其实非常的短 在2017年才创立,才开了他们的第一家门店 但是在非常短的几年的时间内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了在中国可以跟星巴克来做竞争的一家特别大的咖啡的公司 一家咖啡的企业 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快的一个发展 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故事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在第二部分当中呢 我就会来带大家具体的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想要点一杯咖啡 这个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我们点一杯咖啡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不管大家是不是对中国的商业的内容感兴趣 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都会对大家学习中文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看完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你会从咖啡这个小的东西入手 能够对中国的一些日常生活有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家公司呢 它的名字叫做瑞幸咖啡 也许你们听说过 也许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这个公司的标志 也许你们见到过对吧 好那么如果要理解这个公司有多厉害的话 我们还得先从一个历史的背景开始说起 大家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好像在中国大家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在中国大家喜欢喝的是豆浆 然后茶奶茶这样子的一些饮料 对吧 这个放在以前确实是这样 那么最开始呢 像是一些国外的咖啡的公司 他们进入了中国的市场 其中呢就包括有星巴克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咖啡市场的这样一家公司 星巴克 它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当中 占领了中国咖啡市场非常大的一个份额 但是最近几年啊 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两个数据 通过这两个数据 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星巴克和瑞幸咖啡 在中国咖啡市场的一个特别激烈的一个竞争的状态 第一个数据呢 是这两家咖啡公司 他们的门店数量 截止到今年的6月30日 瑞幸咖啡 他们的这个线下的门店数量 已经超过了一万家 而对应的这个星巴克 他们的线下门店数量是大概是六千多家 这是一个门店数量的对比 瑞幸咖啡 他们的门店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星巴克 第二个是营收 企业营收的一个对比 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瑞幸他们发布了自己第二季度的一个财务报表 根据这个财务报表显示呢 瑞幸他们在第二季度 他们在2023年第二季度的总营收 达到了8.55亿美金美元 而与此对应的星巴克中国 对吧 星巴克在中国市场上 他们在这个第二季度 今年第二季度所创造的一个营收 数字是8.22亿美元 虽然这两个数字很接近 对吧 但是瑞幸还是要稍微高一点 通过这两个数据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瑞幸咖啡他们在某些方面 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星巴克 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地位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站在一个消费者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 来看一下 瑞幸咖啡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在短短几年内 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整个咖啡市场在中国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特别快速的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瑞幸咖啡他们做了三件事情 然后实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增长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迅速的扩大了线下门店的数量 让消费者到处都能够买到他们的咖啡 那我们知道在线下开店其实是非常贵的 对吧 所以为了压缩这个成本 为了减少降低这个成本的话 瑞幸他们选择的一个策略就是他们在扩大线下门店数量的同时 限制每一家门店的这个面积 我们知道就是星巴克他在中国能够获得一个成功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他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第三空间 就是除了这个家 然后工作场所之外的一个 大家可以放松休闲娱乐的第三空间 但是那瑞幸为了降低他们开每一家门店的成本呢 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一个选择就是取消这个第三空间 也就是比如说你去瑞幸买一杯咖啡 在很多情况下你并不能够选择堂食 也就是你不能够在门店里面去喝这个咖啡 你可能得带走边走边喝 或者是拿到公司拿到家里面去喝 这个是为他们节省了很多的成本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商业的策略就是 降低咖啡的价格 他们选择通过这个价格 通过低价来赢取更多的消费者 我们知道星巴克的咖啡其实是蛮贵的 在中国也蛮贵的 一杯的话随便很普通的一杯 也要三十多四十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是比较贵的 那瑞幸呢 他们就选择了一个低价的这个策略 比如一杯咖啡十块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那相对于星巴克的一杯咖啡来说价格就是他们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这样子 通过这样的一个策略去争取更多的消费者 他们做的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推出一些咖啡单品 推出一些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咖啡单品 或者我们可以说打造爆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会开发 然后或者说研发一款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咖啡 通过这一款咖啡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扩大他们的一个知名度 比如说在两年多以前 他们就研发了一个叫做深椰拿铁的咖啡 这个咖啡其实我们知道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对吧 盛产椰子的一些这样的国家 其实挺常见的 就把椰汁和咖啡叶混在一起 其实挺常见的 但是瑞幸他们对于现有的这样一款咖啡做了一个改良 做了一个创新 然后推出了这样一款深椰拿铁 在中国卖的超级超级超级好 在他们之前中国是没有 或者说是很少有这种深椰拿铁的 他们打造了这样一款爆品 打造了这样一款特别受欢迎的深椰拿铁之后 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咖啡店都有这样一款咖啡了 因为它其实制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很容易复制 那最近呢大概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前 他们又和茅台联名打造了一款 我的天哪 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非常受到关注的一款咖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茅台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中国的一个白酒的品牌 是非常高端的那种白酒 可能一瓶就三四千两三千特别贵 这一次他们瑞幸跟这个茅台合作呢 打造出的这样一款咖啡是这样子的 它叫做酱香拿铁 那这个咖啡是这样子的 里面呢有浓缩的咖啡液 有一份浓缩咖啡液 除此之外 它有这个牛奶 那牛奶的部分呢 它加入了茅台的这个酒 所以在这个咖啡当中呢 有特别少的酒精含量 然后你喝上去是有一点酒味的 这个咖啡 新品的咖啡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 我的天哪 简直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欢迎 比如说有很多人对吧 当时即使需要排队两小时三小时 他们也愿意去买这样一杯咖啡 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一个测评 看到很多人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咖啡的味道 这个新品的咖啡的味道 特别的奇怪 也就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反馈 是不太好的 对于这个味道的反馈是不太好的 但即使如此 即使大家觉得不好喝 还是争先恐后的去买 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这样的一种创新特别有意思 都想去尝一尝 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那瑞幸咖啡的这个故事 我们暂时先说到这里 对吧 我们暂时先介绍到这里 在第二个部分当中 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了一下 在中国如果你想要点一杯咖啡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最近呢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一家 瑞幸的咖啡店买咖啡 那今天正好我就把全部的过程给记录下来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在中国我们怎么样去点一杯咖啡 点一杯瑞幸的咖啡 首先呢在出门之前 我就会先在手机上下单 我们现在打开手机的这个APP 其实你也可以不像我这样 你可以不在手机上下载他们这个咖啡的APP 你可以直接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当中 打开对应的小程序去下单 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先选择菜单的部分 在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边的咖啡 那大家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在中国我们喝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咖啡 我们现在先大概的浏览一下这个菜单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中国呢 比较常见的比较普遍的是这种茶咖 或者说是奶咖 也就是一杯浓缩咖啡 然后再加上一杯这种茶或者是奶制品 或者其他的一些饮料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 那如果你想要喝纯的这个黑咖啡的话 它可以有一个选项是美式 我觉得应该只有这个美式是纯的咖啡 其他的都是加了其他的一些饮料饮品的 好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会点一个拿铁 点一个深椰拿铁 深椰拿铁呢 它就是一杯浓缩咖啡 然后再加一杯这个深椰 深椰就是椰汁 好像是前几年他们推出的一个新品 反正特别特别受欢迎 我是最近才喝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 是这个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上面的价格写的是18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 他们好像在做一个活动 就会有一个优惠 那我大概花十块钱不到 就可以买一杯 我们现在来选 我选的是大杯冰 不另外加糖 好 我们现在立刻购买 这个地方就选字题 好 然后 支付方式我选择支付宝 取餐方式我选择字题带走 备注特殊要求 我选择去冰 好 就是在中国 你一般买这个饮料 无论是奶茶还是咖啡 你在选择这个冰度的时候 或者是热度的时候 你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 比如说热 常温 少冰 正常冰 还有去冰 我这里选择的是去冰 因为我觉得那个冰块 它特别的占体积 如果你加了冰块之后 你的饮料 你的咖啡本身就会比较少 所以我选择去冰 然后现在我们来支付 好 确认这个门店的信息 好 我们进入支付的页面 那现在我就已经下单成功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上 它显示正在制作当中 现在是下午的5点14 这上面显示呢 5点17分就可以做好 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们现在点好单了 就骑个车 然后去拿我的咖啡 你好 三百 五百三十二 拿走就可以 去冰的话 可能也拿个重一点 好的 不用带走 就直接给我 就可以 那给你套个杯套吧 好 外面的话 那个评价会有一个笑页 可以帮我点一下 好的 谢谢 好拿吗 好拿 给个评价的话 好的 好 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刚刚发生了什么 就是我刚刚扫码来取这个咖啡 取完咖啡之后 我的手机APP上 它就跳出了一个页面 或者跳出了一个小窗口 然后这个小窗口就是 想让我对本次的服务 进行一个评价 刚刚这个店员呢 跟我说 他希望我对他本次的服务 进行一个满意的评价 要给你 那个盖子上面封了口吗 嗯 没关系 它不会那个 哦 封了口 封了 那纸巾的话可以出去 好的 纸巾是在 好 谢谢 好的 这样一杯咖啡 就买到手了 好的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播客呢 我们暂时就先说到这里 最后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 在我的Patreon当中 我发布了更多的有意思的内容 如果你们想要获得更多的一些 这个中文学习的资料 欢迎大家加入 好 那我们今天暂时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